流量密码成为了现今不可或缺的一环的追焦手们 长时间在水沟夹缝里求生存 为的就是能成功捕捉精彩的那一瞬间 台湾猕猴也是山路常客 对机车操控的不熟悉 请小心 避免被无辜波及 台七乙县 是位于新北三峡和桃园复兴之间的北部跑山圣地 严非尖锋时段的平日 也能看见三辆成型的车友 聚集于俗称三七来的莱尔夫北线三浦店 跑山的魅力无穷 连蹲坐在旁的工人阿北 忍不住多看跑山仔两眼 今天将透过HYM MOTO的镜头 一同探索跑山生态逆星全纪录 因喜爱上山发饮料和临时的习信而得名 HYM MOTO摄影师很幸运地捕捉到了临时饮料仔的车厢画面 放眼望去满坑满谷的饮料皆是必备 眼前这只临时饮料仔 可能是附近几个弯道的霸主 甚至带上了旧车电源 打气机 最终考量车厢空间不足 打消了将整间莱尔夫带上山的计划 缓缓骑车驶入著名的花浦湾 吸引了追焦手的注意 临时饮料仔上前以尬聊的方式取得追焦手信任 同时未回报他们的辛劳 临时饮料仔选择赠予饮料表示感激 HYM MOTO特派摄影师阿奇也被误认为追焦手 欣然接受了来自饮料仔的善意 临时饮料仔相比 带路RV骑乘的车友出现率更高 不仅限于台七椅 北宜 台三 天冷 182线道等地也都能看见他们的足迹 镜头正好捕捉到受害车友惨遭哄骗的珍贵画面 从肢体语言中可以得知 两位骑士在讨论中得到了 慢慢骑 RV骑乘的共识 但实际上对带头车友来说 RV所代表的意义便是 Racing Version 竞赛版本 因此在进入第一个弯道后 自动切换至竞速模式 马上就看不见前车的车尾灯 也是合情合理地展开 而失去了领路人的车友 只能在险恶的山路上自求多福了 除了RV车友以外 台湾猕猴也是山路常客 台湾猕猴分布于台湾本岛及澎湖 海平面至海拔3000公尺以下的地区 为山路常见的台湾特有种 也是岛上除智人外唯一的原生灵长类动物 就习性论知 台湾猕猴属于骤行性且群体生活的动物 对于跑山的一般人颇具杀伤力 遭受噪音干扰 逆向 双簧回转 鱼雷攻击的案件亦实有所闻 人猴冲突的主因 来自野生动物对机车掏控的不熟悉 倘若来到猕猴出没地区请小心 避免被无辜波及 相比猕猴引人注目而技术不足 各大山路的原生总阿北阿桑 才是宛如山神般的存在 垫垫吃三碗工的骑程技术 充满自信而老神在在的眼神 说明了一切 过弯如切豆腐的同时 还能行云流水的单手操架 且阿北阿桑们外形朴实 随手一拿瓜皮即可出门 食用导向的风雨衣也堪称一绝 最重要的是自然不造作的假脚托 从细节里就能感受到 阿北阿桑炉火纯青 却又不会滑而不实的 纯粹骑程风格 与阿北阿桑相反的装备仔 正细心地擦拭整理 今天跑山要用到的 手套 安全帽 车靴和皮衣 从他脸红气喘的穿着过程中 我们得知 穿上装备的程序不仅繁琐 对于个体的身材要求也相当严苛 体脂肪 肌肉的增加造成体型改变 让穿上装备变得困难重重 终于经过了一番波折 装备仔成功换上整套装备 此时当然是要在社群软体上拍照打卡 紧接着眼前这只装备仔 从巢穴中探出头评估了一下天气状况 想了想 决定还是下次再上 近几年由于网路发达 造成山道风气逐渐改变 山路的生态结构也因此改变 流量密码成为了现今不可或缺的一环 栖息于水沟和草原处的追焦手们 相机都已切换为被子先绝模式 呼啸而过的车身中 照片最多的通常不会是改装最完整的车款 而是布料最少的车主或乘客 长时间在水沟夹缝里求生存 为的就是能成功捕捉精彩的那一瞬间 你看 笑得多开心 一天的喜悦就是这么简单 感谢您收看HYMOTO跑山生态秘星全纪录 我们下次再会 蜘蛛公司 喜欢这个油纸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它各自爆紅全面的影片吗 赶快 comprend给他们想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